在168年,尤顿这个大牛发布了一首超级神曲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里面讲了重力的秘密,不过我觉得它最牛的地方不是重力本身, 而是它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地上和天上玩的是同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如果这个重力理论能解释苹果为什么掉下来, 那么它就能解释星星银河系,这个黑洞为什么也会掉下来? 对我们来说这好像理所当然,但当年可是个大新闻, 特别改变了物理学,反正最后他们发现了大忌, 大忌就是重力常数,它保证了宇宙任何地方, 两个东西之间的吸引力都和它们的重量成正比, 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屏风成反比, 关键是这个大忌在整个宇宙里都是一样的,永远不变, 常数就是不变的东西,它们很重要。 因为宇宙,这下一群克勒药的疯兔子一样疯狂, 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时间的速度可能会变得忽快忽慢, 当地的重力强度又小,既表示也会变化, 质量动力一切都在变, 如果我们想了解宇宙真正的规则, 我们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抓住, 所以如果你想交个朋友,让我介绍一些宇宙的基本常数给你吧, 这些就是支配一切的规则, 比如光速,不管你在做什么, 跑得多快,或者想不想找一个像我一样晒的女朋友, 增幅多的光速,永远不变, 也就是说,如果你每秒跑一米, 光速还是以同样的速度远离你, 如果你每秒跑298万米, 光速还是以同样的速度远离你, 既然光速永远不变, 那么其他东西就必须跟着变, 比如时间和距离, 这就是相对论的部分来源, 这个常数叫K12光速, 第二个常数是精细结构常数, 那种字母阿尔法表示, 精细结构常数基本上表示, 电磁力对带电粒子, 比如质子和电子的干净有多大, 它的数值是137, 这个数字对自然界太重要了, 如果外星人联系我们在发罗照过猫片之前, 发了137给他们可能是最强力的证明, 告诉他们我们是大人了, 可以来打个招呼了, 第三个常数是普朗克常数, 普朗克给了我们Bitch, 它基本上变异了波或粒子的频率和它的总能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点告诉我们能量, 实际上是分成小包的, 叫做量次, 从这里我们也得到了普朗克长度, 质量, 时间, 变荷和温度, 这些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单位, 它们不是由人类的测量并移的, 而是由其他常数组成的, 如果上帝存在, 他可能用这些常数来烧水和摆架子, 最后质子和电子的质量, 也是宇宙的好质子, 就我们所知它们不会改变, 并且它们的数值是, 在我一锅交车上写这个剧本, 而且我认为手机上的互联网, 是迁徙一带堕落的巅峰, 你可能会说, 这些都很有趣, 但是这些常数的值是怎么来的呢? 好吧, 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要明白的不仅是常数, 在我们的宇宙中有特定的设置, 而是所有的一切, 从根本上来说, 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 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 在宇宙里, 这挺好的, 不过想象一个宇宙就有二维空间, 或者四维空间也不是太傻, 那么四维空间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有普通的X, Y和G轴, 再加上一个好玩的W, 这就是第四维轴, 我们给空间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因为我们是为三维四维而生的, 所以很难想象四维空间,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改变环境中的第四维时, 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 所以我只正在通过我们看不到的 维度移动, 对我们来说它们就消失了, 我们知道这是数学上可能的, 宇宙也可以有其他维度, 但关键是我们不知道, 三维空间是不是唯一的空间方式, 我们只是碰巧生活在一个三维的宇宙里, 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只有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 每人知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 是时候讲个个人故事了, 作为我基因蛋糕上的糖霜, 我贴瑟一只眼睛几乎瞎了, 更糟糕的是, 它无聊的时候还会乱跑, 它真的太垃圾了, 在我青春期的黄金岁月, 我对此感到有点自卑, 就去看医生问它能不能治法, 他说当然可以,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没想到的是, 手术前为了检查手腹会不会导致腹势, 他们会在你周围注射肉毒感菌, 周围有15个非常漂亮的学生医生, 本你必须假装表示, 被用针扎眼睛完全没问题, 反正过了一会儿, 他们让我睡着了, 我醒来是脸上有绷带, 然后我的那只蓝眼就不再懒了,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 急线感消失了, 然后我开始思考他们是怎么让我睡着的呢, 麻醉这种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麻醉是怎么工作的,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其他人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全身麻醉会阻止大脑的重要区域相互交流, 所以你无法形成记忆, 我们也假设你会失去意识, 或者我们不了解具体的机制,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每天都用麻醉数千次, 用来打开人的头骨、 肋骨和其他部位, 但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你开始注意到, 这种模式到处都是, 我们使用的信任的东西很多我们都不知道背后的机制,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药物, 睡眠的生物学基础, 甚至睡眠本身的意义, 意识想象力最后还有这个世界本身, 为什么自然规律起作用, 或者为什么它们存在, 我们知道它们一直存在,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方程式来描述它们, 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从那时起我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感觉,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冰山顶上, 我们只站进去了一英尺, 在下面还有四零零英里的冰山, 我们看不到也不明白, 而我们仍然生活在冰山顶上, 故障一切都没事的生活, 这一切都归结于基本常数, 从任何蟹酱开始, 比如柠檬水的四四生, 新潮的灭亡, 电影南季风云的荒唐情节, 不断追问为什么存在或为什么发生, 最终你会回到基本物理常数, 回到现实的规则, 每一个解释都会停在某个地方, 可是它们几乎总是停在这里, 那么到底这些常数是从哪里来的呢? 可能是上帝, 数字霸主, 无论宗调信仰如何, 倒也有可能是一个智能设置了这一切, 同样最近流行的观点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宇宙中, 物理规律是由高于我们的某人或某物决定的, 也许吧, 不过假设预行模拟的人, 也生活在一个有规律的宇宙里, 那这些规律又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次我们发明一项新技术, 它就会成为所有事物的隐喻, 现在如果你有一把锤子, 那么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知力学曾经非常热衷于压缩和压力转移的理论, 我想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同样最近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计算和模拟的想法, 非常感兴趣, 我想知道这些想法也是从哪里来的, 毫无疑问, 几十年后我们会发明其他聪明的东西, 这将成为我们理论中的新宠, 或是说现实真的很复杂, 也许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隐喻, 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 无论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另一种可能性是常数, 实际上不是常数, 它们可能会慢慢变强或变弱, 这不是一个不常见的想法, 例如光速可能会变强, 有一整类理论叫做VSL可变光速理论, 首先我们还没有任何确定的证据证明常数在变化, 有可能精细结构常数, 怕而法在变化, 但我们也不知道, 问题是如果常数是常数,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它们不是常数,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多宇宙, 我们发现的很多常数都是这样设置的, 如果它们稍微有一点不同, 对我们来说就会是灾难性的, 无论如何, 如果重力强或弱一点, 甚至只有十四十分之一, 恒星可能根本不会形成,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如此可爱和美好呢? 也许有无数的其他宇宙, 每个都有略微不同的常数, 为什么常数是我们看到的那些?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还不是那些宇宙, 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开始会有无数的其他宇宙, 但还是在进步, 最后是硬核逻辑, 并一个有趣的理论是, 我们的常数和我们的物理学有什么特点之处, 它们必然是现实的一部分, 我编造了这个词, 所以没必要去谷歌, 就是很难想象一个宇宙中, 圆周率不决定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一样, 除非那个宇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集合形状, 似乎圆周率是逻辑的一部分, 这个想法是, 电子的质量, 并夸克的电荷, 现实的家具, 所有这些东西都以某种方式源于逻辑, 所有的物质都从纯集合中冒出来, 有一天我们会找到这两者之间的桥梁, 一切都会从笔层得到解释, 无论如何, 却在我们对现实的规则了解很多, 但几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则, 这似乎是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的, 因为如果例子坡、空间、时间坡我们都是木偶, 那么有一个幽灵在幕后拉动着木偶的线, 决定着他们和我们的行为, 而我们不知道那个幽灵是什么, 为什么物理学存在, 是什么赋予了它的特性,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 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是否有选择, 也就是说这是唯一能创造宇宙的方式吗, 现实结构的起源是什么, 佛耀十二位登上月球的宇航远距翼的埃德加, 比密切尔都说, 这次旅行最神奇的部分是返程, 当他从仓窗看着地球、月球和太阳时, 他突然意识到宇宙飞船中的每一个分子, 他身体中的每一个分子, 以及其他宇航员身体中的每一个分子, 都源自一颗古老的恒星, 它有一种强烈的统一感, 这一切都是相同的乐高积木, 都是统一游戏的组成部分, 它有相同的宇宙服务条款, 以后我也一样, 我们之所以能有想法, 是因为电磁力在脑细胞之间传币信号, 它还把我们的分子聚在一起, 强大的相互作用, 也很好心地把原子和中子固定在原位, 与此同时时空的弯曲别就是重力, 一直阻止我们像气球男孩一样, 随意离开地面去喷气式发动机附近闲过, 与此同时, 弱力一直在悄悄地使夸克发生转币, 调节为恒星提供动力的核聚变, 其中一些恒星数十亿年前, 制造了我们身体中的碳氮和氧, 使我们能够存在, 这一切都得益于自然的基本常数, 遵守光速, 引力常数和其他所有规则, 宇宙已经有按钮把它的外套扣上了, 我没有魅力外表或对群教的偏好来创立一个邪教, 但如果我有了我们需要一些讨厌的东西, 那就是这种奇怪的娱乐性, 愤世极俗, 有时人们会遇到这种观点, 认为世界是无聊的, 一切都被发现了, 真的吗? 唯一是在上厕所的收到了那个课定的本体论被问录, 不是更好更诚实地承认, 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东西吗? 现实没有什么正常可言, 它只是一个疯狂的拼图, 有一个封死设计, 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 让我们接受为常规, 而且以一种可预见的不感激的方式, 我们仍然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无聊,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过得很糟糕, 也许工作很糟糕, 或者你遇到了困难, 无论如何, 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 但我想建议你, 你可以暂时把事情放在一个角度, 记住, 你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宇宙定律的直接结果, 而我们对这些定律的起源一无所知, 所以在眼前有一个叫做一切的谜题, 没有什么是不言自你的, 老实说, 我们甚至不知道现实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